大家好 我是Mira 最近我在大家面前掃眼的時間多了 因為我常在家 所以在家自然就不太想化妝 我覺得已經開始有點習慣了在大家面前掃眼 但我覺得也有點應有的禮貌 所以我都不斷耍了一個醉 其實現在已經是晚上的3點44分 為什麼我忽然會打得上的 就是本來有想等明天才做 但是我實在喝不住 所以我決定現在要做它 話說其實雖然我一直都有漂染頭髮 但是我自己在家漂染 就已經很多年沒有這樣做了 對上一次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已經應該是16年的事了 其實我覺得自己在家漂染很好玩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搞到頭髮太傷的關係 所以自己搞不定了 所以最後就被髮型師去處理 但是因為最近其實我早期是染了一個 深藍色的頭髮 然後它就變了灰 最後就變了現在這個 啡金 金啡 然後因為我用去黃洗頭水 我用藍色的洗頭水 所以它才能保持到 不算太黃的狀態 但如果我一不用的話 就會金很多的 但其實因為我本身 當初我漂頭髮的時候 我是漂到這個白金色 那我以為上色掉了之後 是會變得比現在淺很多的金 但是誰知道 不是啊 所以有一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那因為這顏色 其實我本身不是不喜歡的 我也挺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我好像 以往漂完頭髮 掉出來的顏色 都是掉到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沒什麼新意 其實本身這次我是想再給髮型師再搞 但是他說 都怕我再染的話 因為我的頭髮很傷 因為我這次漂完之後 我每次洗完頭 然後出來的時候 我這樣一整 就會有整雙頭髮在手上 然後我自己也看到有一點擔心 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 如果我用Color Treatment的話 是那個受損程度會是最低的 所以我就買了Color Treatment回來了 我以往也是用在Color Treatment 但是就用不同的牌子 那這次這個呢 就是Edude House的產品來的 因為看了很久 研究了很久 它有很多不同顏色 但是我覺得這兩種顏色 應該是比較接近我想要的顏色 我本身以為我要混合 這個顏色 但是它來了之後 我覺得它說漂頭後 出來的這個顏色是這樣的 這個是Ashe Grey 所以我可能就這樣用這個 已經可以達到我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現在呢 我只會先塗這個 因為它後面有寫著 普通它的顏色可以持續一個星期 那我自己之前用Color Treatment的經驗 就是大概4-5天 我就會補一次顏色的 那不知道這個效果會如何 但是反正因為它很快 顏色就會不見了 到時候我再混合兩顏色 都還沒遲 所以現在呢 就會試用它先 大家認著我的before 就是這樣的顏色 然後我的頭頂 其實都生了一些黑色的頭髮出來的了 其實這樣看的話 應該看得出 是不均勻的 我的髮色 我下面這裡很金 但是然後靠髮根的位置 是啡色 所以一會兒 驗出來的效果 應該都 會是漸變色的 好 非常之期待 希望 是我想要的效果 好 首先就是要先弄濕頭 然後 手套 還有 因為不想顏色弄在那件衣服 但是我沒有那些膠袋布 所以我就 展開了膠袋 這樣圍著頸 好 現在就要來 開始了 以我的經驗就是 頭髮那個濕度都要幾濕一下 但是我現在就弄到 沒有滴水 好漂亮 超漂亮的顏色 啊 我應該要 夾他的頭髮先 定 好香喔 這個味 像香水味 很緊張 究竟會不會令我的頭髮上腦吃 現在塗了一層 就是這樣 好 我決定 我去洗手間 因為 我所有傢伙都是白色 如果鹽色 就 有點 不是那麼好 所以待會兒見 我塗完回來 但是我覺得 它比我想像中 應該 一會兒出來的顏色 會是 偏綠多過灰 可能我底部的黃色太多 那呢 它就說等5-10分鐘就可以沖水 但其實我剛才塗的時候已經超過了10分鐘 所以其實 不過我都再等多一會 因為可能最後塗的那些 會不會完全進去 不知道呢 現在這樣看好像灰灰的 你說 有沒有灰色 美容 一點都美容 它現在就是 把整個頭的調 調 低了一點 沒有那麼淺色 其實我覺得 現實看 是 連綠色都沒有 我想像中 跟我想像中 完全 很大分別 張紙是這樣的顏色 但現實就是這樣的顏色 早知道我就不改變主意 早知道我就混合它 混合它應該效果會好很多 可能我多洗一兩次頭之後 我就會嘗試這個顏色 它雖然說是fantasy blue 但應該也不fantasy 都會變的 我猜 啊 大失敗 但是我覺得呢 比我想像中它的份量是少的 因為我以為一支是會很足夠 是綽綽有餘 但我剛才塗的時候 我是用完整支 整支給我清實 我頭髮是去到過空的位置 如果可能頭髮再長 或者髮量再多的人 就真的要一支以上了 它那個treatment的效果非常不錯 因為我平時 吹頭的時候 我會脫掉很多頭髮 我覺得吹頭髮的時候 那個順滑感是在的 現在會有個假象 就是覺得頭髮很順滑 然後不是太hurt 但是 我自己知道自己是 其實這個顏色挺漂亮的 是我曾經很想要過的 雅馬綠色 但顏色 我不是現在想要 我好失望啊 還想著 可以有新髮色 等我之後幾天 染上藍色 再跟大家分享 好 今天又要再來 研發了 其實是隔了一天 然後洗一次頭 然後因為我怕不夠 所以買多了一支 那現在就來染了 這個是fantasy blue 我現在的底色這麼深 應該 我覺得不會太難 它染膏就是這個顏色 好 現在拆完回來 再給大家看 好 現在就上了顏色 我覺得colour churn的好處就是 其實它不太會脫色 這條是淺黃色的毛巾 基本上是看不到藍色 但現在這樣看我的頭髮 其實都比我想像中的藍 好像 好 那現在就先吹乾一點 好了 這樣呢 弄乾了頭出來了 比我想像中是綠一點 沒有那麼藍的 因為它這支藍色 是這樣的 都算是有符合我的期望 不知道是因為我本身 頭髮底 漂得不均勻 還是因為我塗得不均勻的原因 所以其實 你會看到是 一塊一塊的 我覺得裡面這些 是因為我塗得不均勻的原因 但是我覺得 再補顏色其實就OK了 還有其實我不是特地買了一支 但是想不到 今次用一支 反而是足夠 反而比起那個 是有弄的 有一點點色差 真實望是再綠一點的 那我自己希望是 灰藍 所以我如果下次再補顏的時候 我就會混合上一次我用那個 希望是我想要那個灰藍色 它顯色度真的不錯 因為我的髮根這個位置 是最不傷的 但是它的顏色是這樣 都算是幾次它本身這個 包裝紙上面的顏色 那所以 其實我覺得它 都沒有說謊 對 那我覺得 以它這一支 這麼大支的分量來講 但是它 八千九瓦 是非常之 民有所值的 而且它用起來真的很滑 我現在這樣做的頭髮 是 沒有什麼很卡的感覺 是順滑的 你會有一個錯覺 為什麼頭髮那麼順滑 如無意外 短期來我都會繼續 用這個 看了全紋的 不過我就不知道它的 持久度可以持多久 但是因為最近都會出多些dailyvlog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我的dailyvlog 看看我的頭髮顏色的轉變 或者大家如果看我的IG 應該就可以更加清楚 我頭髮的真實的顏色和它的轉變 那好吧 今天的研發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這條影片不是廣告來的 好 好啦 bye 我到你了 我到你了 我會在你 我會蠻 有 我會